嗨 我是嘉一 今天要來講講我小時候的最愛阿拉丁 5月最讓我期待的電影就是阿拉丁了 相信大家小時候的時候都有看過動畫 主題曲A whole new world 在我們的心中盤旋許久 只要聽到這首歌就代表阿拉丁的世界 依依就存在於我們的心中 這次真人版的阿拉丁一上映以後 嘉一就迫不及待的上電影院感受那份衝動 不得不說還原的程度很高 無論是場景或是人物上面的設定等等 在邊想小小的吐槽 為什麼反派長得比阿拉丁的外貌還出眾呢 這是迪士尼想呈現的效果 還是不小心讓我們的主角被比下去了 劇情上有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從原本茉莉的父親是被巫術操控了心靈 到這次是反派甲方自己變成了一個最強大的巫師 茉莉也不再只是需要被阿拉丁拯救的公主 而是勇敢的站出來對抗那邪惡力量的甲方 迪士尼甚至還為茉莉準備了專屬於她的主題曲 Speechless 歌詞裡面唱到 待在屬於你的地方比較安全 但是現在這個故事已經結束了 代表茉莉終於願意活出自我 提升而出為自己所愛的國家付出 威爾史密斯的精靈也為這部電影增添了不少樂趣 與精彩的橋段 有趣的能力設計與故意吐槽阿拉丁的時刻 都讓人印象深刻 最後來講講A whole new world 嶄新的世界 如果人生一直被別人囚禁 那不就等同於被關在籠子裡的鳥兒嗎 只有你離開了那個籠子 才能夠感受到外在世界的美好與自由 在籠子裡你能不愁吃穿 日子輕憂無比 但就是坐檢之居而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而自由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願意以什麼樣子的方式活下去 就由你自己來判斷優劣吧 第1集說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按讚訂閱開啟你的小鈴鐺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